會受力喔 如果有一個磁場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磁場如果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導線如果是跟它平行 電流如果也是這樣的話 那根據實驗的結果 如果磁場是向右 電流也是向右 這是一個電線 那結果會沒有受到磁力 那要受到磁力的話 根據實驗就是你要有 跟磁場垂直的分量 電流如果是這樣流 這是電線 B是磁場 那這個時候它會受到的力就是向內的磁力 它會受到向內的磁力 這個是 實驗來的 實驗來的 那最後得到的結論是 F磁力的大小 會是 I 然後當然要乘上 這一段導線的長度 L L 這段導線的長度 L I L 然後 B Casine Z 那為什麼會有Casine Z是因為 我們今天也可能是 斜斜的 如果今天的導線是斜的 電流是 量流 那就把它分解 分解成水平分量跟鉛質分量 只有跟磁場垂直的分量 才會造成有磁力 才會造成有磁力 只有跟磁場垂直的這個分量 這是平行分量 垂直分量 才有磁力 這是I 平行 這是I垂直 那只有 I垂直 才有磁力 那我們會把磁場和 這個導線之間的夾角 就叫做θ 那 這個是θ代表說 這角度也是θ 所以這一段 就是 I的 Sine Theta 這個電流I 電流I Sine Theta 就是這段 那這段就是對到 這段 那它就跟磁場垂直的 所以這個Sine Theta 是這個意思 然後根據實驗的結果 磁場 受力 這個磁力也會跟I和B垂直 所以它剛好是滿足外積 外積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把它寫成 I 然後L Cross Cross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稍微跳回去 步行一件事情 叫做 當合力為0的時候呢 合力舉 不會隨著支點而改變 我可以做一下 也要做些東西 好嗎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序幕 要說 做 好嗎 好嗎 我可以做到 就算 这个很简单的就可以证明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棒子 有一个棒子 然后呢我们让它合力为零 但是合力举步为零 那要怎么做到呢 就只要不要让它两个力在同一条线就好 如果我上下压它 我两个力都同一条线 那两个力一样大它就不会动 可是我如果错开一点 错开一点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施力 F 这里也施力 F 那这整个系统啊 它不会上下的移动 因为合力是零 但是它会转 合力举步为零 那假如说整段叫做 珠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是旋转走 让它到F这边的距离叫做X1 那这边的就叫X2 那我们来算合力举的话 它就会是体质点到受力点的距离嘛 这是利弊 利弊X1乘上F 所以是合力举 就会是X1乘以F 然后再加上X2乘以F 因为它们两个是同一个方向的力举 所以都是用加的而不是用减的 然后因为合力是零 所以这两个力是一样大 那把F提出来 就会变成是 X1加X2乘上F 可是X1加X2就是等于它的长度珠 所以意思是说 无论你X1 选择的长度是多少 就会影响到X2的长度 但是它们两个加起来都是珠 所以你可以选这个点当作支点 但你也可以选这个点当作支点 这样的话 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X1 另外一个X2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最后算算合力举 永远都是珠为F 这个叫做当合力为0的时候 支点不重要 当合力为0的时候 你支点是随便在哪里都可以 你的合力举都会一样 那这个会用来解释我们接下来 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个 发电机的旋转 而不是发电机 电动机 电动机的一个特性 那首先我们再跳回来 如果今天我有一个磁场 是进入黑板 然后我有一个封闭回路 封闭回路 那它的电流是这个方向的 那我们从实验上或是从黑板的左边那条式子呢 你就可以去判断说它们之间的受力 像上面这个 它的受力就是I cross B I是向右 然后B 磁场向黑板 所以是I I cross B 那所以磁力就向上 那下面这个跟它刚好相反 所以磁力就向下 它左边右边呢 这个向下的是I cross B I是向下 B是向黑板 所以I cross B 它是向右 然后这边呢 I cross B 是向左 所以 它们的 如果这四个 这四个都是一样的长度 然后电流又是一样大 那这四个力都会相消掉 所以最后它会禁止 它会禁止 它会禁止 合力为0 那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变成这样子 这个跟上面差别只是在 我把下面这个角稍微凹进去 而已 但是 其实这两个情况会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如果是刚好切在一半 那 它这边上面的 还是会受到F的力 还是会受到F 可是下面的分两段 分两段 那如果原本它上面是L 那下面这些就是二分之L 我分一半 刚好分一半 可是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大 电流 整个回路的电流还是一样大 只是长度变一半而已 所以力量也变一半 这也是 二分之F 然后这里也是 二分之F 可是结果是 两个都向下 合起来还是 一倍的F向下 所以变成说 虽然我给它错开了 但是这两段的合力 还是跟上面这段一样 然后左边右边也是 不是啊 这里 原本 受到的力是 F 那这一段跟这段 受到的力就是 二分之F 然后这里也是 二分之F 所以 对 刚刚断线了 有的时候就怪怪的 好 那么 我再讲一次 刚刚这部分 因为刚刚断线 应该没有声音 各位可以体会吗 如果 今天是一个正方形的线路 然后回路是这样啊 上面这一段 受的力 I cross B 向上 下面这一段 受的力 I cross B 向下 啊 电流一样大 长度一样大 那它的 实力 应该一样大 只是方向相反 所以上下合力为零 同样的左右合力也是零 那今天你只要 你把这个 回路稍微凹进去一点 变这样子 结果还是合力为零 因为 这个向上 虽然这里是 一倍的力向上 但是你这里 可以看成两段 两段都是向左 的电流 而这两段的长度 刚好是跟上面 差一半 那所以力量 力量也是变一半 可是它又是两段 所以加起来还是 还是一样 跟上面的力一样大 左右也是一样 这个向左的力 整段是L 那 合力F 这里磁力F 可是右边这一段 是二分之L 磁力二分之F 可是这里还有二分之L 所以磁力二分之F 所以加总起来 还是合力为零 所以它可以推广到说 其实任何的形状都可以 因为你可以这样看 即使它今天是长这样子的 但是你把其中一小段 放大来看呢 你总是可以把它看成 这样这样锯齿状的 所以 其实这一个 它就相当于是这样子 它相当于是这样 因为你总是可以把 你总是可以把牵直的 牵直的 就看成是这段 全部加起来 就看成是这段 然后 水平的水平的 全部加起来 就看成是这段 所以它其实是 可以视为这样子 这个只有限于算合力的时候 如果是合力举的话 就不行 合力举就不行 好 所以这两个 合力都是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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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里的话就反过来 这里的话就是I I是向下 然后Clos B 向右 那所以磁力是出黑板 画错了 那这两个就会让它转动了 因为力量一个这样力量一个这样它就会转 然后它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线圈的平面 线圈的平面跟磁场是平行 平面是这样 然后磁场也是这样 这个磁场向内 然后平面是这样 所以不太一样 这几个只要是封闭线圈 合力就是零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过任意的形状 任意的形状都可以把它变成正方形 都可以把病人长方形 所以它一定会合力为零 那只是不一定合力举为零 像这个合力举就不为零 那这时候就会用到说我们刚刚说的 合力举 如果你合力是零的话 如果你合力是零的话 那合力举会怎么样 各位刚刚有没有听到 就是听进去 就是如果合力为零的话 合力为零 那合力举会不会随着支点的选择而改变 那请各位回答会或不会就好 就是说我们的算力举不是要有一个支点 可是如果合力是零的话 那一个支点的位置会不会影响合力举 不会了 那如果合力不为零就不是了 合力不为零的话就会影响 像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就很简单的 你如果这里有一个力 它就只有一个力而已 然后你支点设在这边 那力弊就这么长 它也支点设在这边 力弊就越来越短 支点设在这边 力弊越来越短 你当然合力举会变 如果你的合力不为零 合力举就会随着支点的改变 但今天如果刚刚证明了 合力举为零的话 支点就不会影响合力举 合力为零支点不会影响合力举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等一下再算电动机 等一下再算电动机 就会用到了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别路好 再来盘住 转发简明了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让黑板擦磨 好 sol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好 烦玉 好 给你 看看 我们先把黑板擦掉 稍等一下等黑板按掉 默默默 好這是馬達 這是電動機 那我们让它左边是N 磁铁 然后右边是S 那它就会有一个从左到右的磁场 磁场是E 然后我们把它编号这个 PQ R R S 那电流的话则是 这样流 这样 那我们来算算看它的力举 我们眼睛会从这边看进去 眼睛会从这边看进去 那看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 磁场 然后一个线圈的平面 这一个看到的应该会是 应该是导过来 对 它会看到电流从P流到S 然后这边的电流是远离眼睛 就是这里的话 它会看到电流是流进去 黑板 那这里的话它看到电流是流出来 然后这样子 整个电流是这样 那么 那么根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合力嘛 而磁力就是i x b 所以它會受到的 它會受到的磁力就是向外 i x b 向外 所以這邊看到的磁力會是向外 那反過來說呢 QR這邊受到的磁力就是向外 它兩邊這樣的話是抵消的 但是P這邊和S這邊不是 P的話電流是向右 好像粗黑板 電流粗黑板 然後磁場是右邊 這個粗黑板的電流磁場右邊 所以磁力是向上 磁力是向上 然後S這邊的話則是 電流進入 電流從S這裡進入 然後磁力是這邊 所以磁力是右 然後電流進入 電流進入磁力是右 它受力是向下 這樣就會有一個力取 就會讓它轉動 這就是馬達電動機的原理 那我們來算算看這個力取有多大 那其實就只需要考慮QP和SR QP和SR 所以力取 這力取的符號 QP 就會是QP的話 我們長度 我們會把它叫做B 一個小B 然後 這個 這個PS 我們會叫A 我們會叫A 小A 小B 這個小B 然後A到S P到S 或是Q到R 我們叫它小A 我們叫它小A 那這個 那這個 力 它應該是 BL 我們先寫力好了 先寫力再寫力去 F F PQ 的力 就會是 I L L的話是B 然後 sin 這時候是90度 因為 這個 電流 和磁場 是垂直 所以這裡就會是 I L 然後 乘上磁場 然後sin 90度 那 同樣的 你可以也去算S R PQ 和RS 它的大小也會 也會一樣 只是一個是 向上一個是向下 然後這個是 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算的就是力矩 你有力了以後 我們隨便選一個參考點 就是 這裡 正中間好了 那正中間的話 其實我們跳快一點 跳快一點就是 這兩個合力為0 這兩個合力為0的話 那 我們剛剛算過啦 就是你的 你的那個 參考點放在哪裡都沒關係 我還是算慢一點好了 就是我們這邊 選一個O點 選一個O 那 以這裡為支點的話 到這邊 到P點的話 長度是 2分之A 因為我剛好選在一半 剛好選在一半 然後 從O到S 長度也是 2分之A 那這兩個力矩加起來 那這兩個力矩加起來 就是由PQ 這一個力造成的力矩 然後 加上 寫慢一點 它會等於 I 然後 B 然後 磁場 然後 再去乘上 2分之A 然後另外一個 RS RS造成的力矩也是 I B B 然後乘2分之A 那你把它加起來 就是合力矩 合力矩 就會是 I 乘上AB 然後乘上B 我這裡少寫了一點 就是說 這個力矩 不是只有直接這個乘這個 它應該還要乘一個 夾角 因為利矩要找那個利弊 所以 應該要找一個夾角 那這個夾角應該是 利弊 利弊和利的夾角 這這段 是賽的這段 在算利矩的時候 我們是要求這個 有效的 有效的利弊 所以 這一段 才是它有效的利弊 這一段 才是 有效的利弊 那這段是 我們通常會把 θ 把這個叫做θ 那如果這裡是θ的話 這裡也會是θ 那這邊就會是 2分之A的 是θ 2分之A的 sinθ 這裏也是θ 所以剛剛這邊其實還要要再乘上 sinθ 我剛剛漏掉 那所以最後就得到 合力矩就是 i 乘上AB 乘上 很巧的是,剛好這個A乘上B是面積 所以你最後可以把可力矩就寫成I乘上面積 然後乘上B,然後Size 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這個AR是跟R沒有關係的 就是你的跟利弊沒有關係 跟你的利弊沒有關係 所以你這個線圈只要是已經面積A已經固定了 面積A已經固定的話 那你的支點選在哪裡都會有一樣的力矩 會有一樣的力矩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推廣到說 首先先把它推廣到N圈 就會變成I NBA Size C 然後最後再把它推廣成到任意的回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 就是說你這個隨便的回路啊 你總是可以把它變成長方形 可是你這一次你不能隨便的拉它 因為你會影響到它的力矩 這時候我們是把它視為把它切割 把它切割 好這樣子把它切割 那可是每一小段啊 每一小段它的合力都是零 你可以把這個看成是電流 雖然是電流雖然是這樣子流 但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我們畫大一點好了 算了沒關係就這樣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好像 這個流上去它又流下來 然後可是第二個有流上去又流下來 第三個也有流上去又流下來 第四個也有流上去再流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很多塊小塊的面積 很多塊小塊的回路拼起來的 其中一小塊就是有點像 就舉例來說啦 這樣的一個回路你給它切一半 切一半變成這裡向下 這裡向上你多加這一條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向下向上會相消 所以說我可以把一個回路把它切成很多塊小回路 然後每一個回路呢 合力都是零 每一回路 每一回路 的 合力矩 都是上面這個式子 每一個回路的合力矩 皆為 一段小小的力矩 然後這個力矩會等於 I 然後乘上一個 乘上 如果今天只有一圈 那就不用乘以N 然後乘上B 然後乘上一個小小的面積 然後再乘上3C 意思就是說每一塊面積小小的面積 全部加起來全部加起來 你就會得到合力矩 所以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這裡算的是正方形或長方形的回路它的力矩 但是呢 你最後可以把它推廣到任意形狀 任意形狀的一個線圈 它的合力矩 也是 跟這個式子一模一樣 只是這裡的A 就是帶這一個線圈的面積 好 下課了 那等一下記得要去考試